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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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謝謝 蔡芹你好 你好 各位貴賓朋友 大家晚安 電視機前面的朋友們大家好 是 看到我們倆很抱歉 非常的大排 還有兩杯水 是 因為我們唱歌比較緊張啊 今天呢我跟蔡芹有一項任務 什麼任務 就是在節目中貢獻一段 用我們的歌聲 代引著各位來回顧一下這四十年來 國語流行歌壇 它的一些變化 為什麼選到我們呢 為什麼 大概是我們 除了唱一些新歌之外 同時我們也愛唱一些老歌 對 唱老歌的時候呢 我們都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是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跟費玉琴 絕對稱不上老這個字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生活啊 充滿了一些歌曲 尤其是老歌 對 另外呢 今天晚上我要向大家保證 蔡芹跟費玉琴的合唱呢 在這個音域上 保證是天衣無縫 唉 說到這個合唱的歌曲 也是最傷腦筋 因為這個男女之間 音域本來就相差很大 對 怎麼樣找一個這個對手 能夠配合得起來 不太容易 台灣唱得好的男歌星很多 但是呢 我想要找一個來合唱啊 很難 因為我的聲音很低 一定要找到一個男高音 正好呢 正巧我是男高音 我是女低音 所以嚴格說起來 是 蔡芹跟費玉琴的合唱 一個算是不男 一個還不女呢 怎麼樣 今天我們這個不男不女 一起來合唱 一起來合唱 我講了這個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唱老歌的時候 有跟我們生活有關係 是 小的時候 最大的娛樂是什麼 可能只有聽收音機的 聽收音機 我的記憶力還蠻強的 很多音樂我都記得 那一日前堂道上 送君歸 流音之下做大美 舊美的回憶你親口序 求請我特為上門來 黃梅調 黃梅調 我常常聽到的歌 真的 從早到晚 大街小巷 後來還有好多流行歌 像流行歌 情侶們一雙雙 走上那愛河橋 你也會 這個歌也強防 這是誰唱的 潘秀琼的愛河橋 潘秀琼的歌 還有葛蘭的歌 你記得 我要飛上晴鐵 上晴鐵 我要飛上晴鐵 上晴鐵 我要騎著那個小木馬 騎著小馬走天涯 這下失態了 不過我主要是考考你 我跟你講 我保證你跟我一起長大了 這很討厭的音樂叫投機者 馬上一語就到中了 好煩啊 投機者合唱的 那時候我們的小孩子 一句英文都不會 隔壁那個大哥大姐 剛好學了一點洋文 一定要聽聽英文歌 聽了我們的土包子 聽得又氣又羨慕 不知道您說的這首 是不是我也被疲勞轟炸了這一首 我看我們兩首一樣到的 可能是一百零一首 來吧 抱不然後 誠 好 say yes my boy be my bye 這個一心回憶啊 情不自禁還跳起來了 跳起來 阿哥哥的 那阿哥哥是 那你哥哥在幹什麼 她那時候啊 她也是阿哥哥迷 也是阿哥哥的 太好了 我覺得既然 你看這麼有默契 声音一个不男不女 成长呢都是一起的 就是投机者受害者 干脆我们这样有系统一点 把这个40年代的老哥 香港时期 还有这个群星会 民歌一直到现在 我们做精简的回忆 有系统一点的 那就从40年代开始 说到这40年代 有几位歌星是绝对不能忘记的 周璇 白光 还有这个李湘兰 说了说了就上起来 我来唱一首 周璇的歌 好啊 何日君在 好话不常态 好情不常哉 成对解笑美 泪洒相似待 今宵离别河 我来唱一首歌 何日君在 我来唱一首歌 喝完哟这杯 轻轻点笑赡 人生难得几回醉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青春已去永不重逢 海角天涯 无影无踪 烟飞也无 歌分喜动 却偏是所有 魂影旧梦 白光的歌曲 魂影旧梦 四十年代呢 有很多很多的好歌 还有很多好听歌 但是我们这个时光的列车 要开快一点 好开快一点 接下来我们就要接受到这个香港时期 香港时期的这个国语流行歌曲 都跟电影有关系 电影插曲特别多 好多好多这个电影主题曲插曲 转人热泪 不了情 你给我想的一模样 痴痴的等 痴的蓝雨黑 这样子我们来唱一首轻快一点的 轻快的 轻松一点的 那就来一个 跟戏有关系 跟戏有关 人生就是戏 人生就是戏 不和太子 也不忘得心 随着剧烛人 无非有孤行 叹息的人儿 哥哥是细腻 哥哥是细腻 人生就是戏 人生就是戏 这杯水好不好喝 不错不错 你也滋润一下 这首歌在和太子 彩虹 人生就是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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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这杯水好不好喝 teamsrien 不错不错 你也滋润一下 这首歌在和她们一起 我記得還是蔡琴 後來《老歌星》唱 也是相當瘋動的一首歌 香港時期有太多的歌曲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台灣自己的發展 因為在台灣我們的流行歌曲 也發展出我們自己的特色 小時候你到哪裡去聽歌 跟我父親到淡水河邊 那也是個重要的時段 那時候一張門票 有什麼道具 一杯熱茶 還有一點蚊香在那點 對 還有蚊香 要去蚊子 那個時候的歌星我看 美代的歌 這個你也唱過嗎 我唱過 趕快來選一首代表作 我在你左右 好 好 來 啊 我們的悲愛送走 送到大街頭 讓陽光溫暖氣氧的心動 滿天高 清風山湧水流秀 我被愛送走 我被愛送走 祂一切變在腦袋 我在你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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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美代 你就不能不提另外一個歌后 他雖然已經不在人間了 我已經說的是 但是他的歌實在是帶給台灣 這個國語歌壇很重要的影響 我最喜歡他這首小調式的 小調式的歌 我們聽聽看是每一位 我們聽聽看是每一位 你一聽就知道 好 少人喜歡 彎彎的藤兒哟 彎彎的藤兒哟 彎又泞在大樹上啊 彎又泡在大樹上啊 彎又泡在大樹上啊 彎又泡的魚兒哟啊 漠陽在清水湯 美丽的山茶花油 开呀开在高山上啊 白的姑娘圆扬 啊 愿呀愿家汉家啊 汉家啊 紫薇的歌 紫薇的歌 愿家汉家老师 谢谢台唱红了好多歌曲 不过费心 你知道我跟你同台有点紧张耶 因为应该要旗鼓相当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自己不男不女 我发现我今天声音好哑 可能这就是长途的旅途太累了 愿家汉家郎大爷嫁你也嫁不成 这是你幸运的地方 不然你还放重婚罪的 我多吃亏 我跟费心同台实在很开心 刚才介绍的 我就气昏了 我忘记你吃亏 又到了什么阶段 有电视的 有电视机了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综艺节目 群星会 除了听歌还可以配合画面 看到他们本人 男歌星的部分我也蛮注意的 我常常注意一些流行的歌曲 像这个谢雷的歌 刚才杨凡也学过嘛 他的唱歌 我对他最有研究了 最有研究 就像杨凡讲的 研究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情意 怎我能忘记 声音要弧度转了大一点 声音要弧度转了大一点 真的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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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样学人家的人不太礼貌 正式的来唱一下 你也喜欢他的歌吗 我也蛮喜欢他的歌 表演一首 跳一首 我高高聚起苦酒一杯 你心里迷害 我没有醉 我 都是为了 те 我才 하면서 我才 我才 我觉得还是要终于圆味 我才流泪 谢雷的歌曲 你歌星您注意吗 我当然注意 我发现一个人多重人格 蛮不容易的 讲到这个歌王 不能不提歌后 有这么一位歌后 我还惯唱过她的歌呢 我的风采非常的迷人 声音是属于低沉沙哑 低沉沙哑的声音 染霄脸 染霄脸的歌 来一段 昨夜的一场 蓝色的梦 蓝色的梦 梦中的一切 不离我 蓝色的梦 在蓝色的梦中 蓝色的梦中 山菌 去引走 蓝色的梦中 自己做了梦中的梦中 这一切的梦中的梦中 这是群星辉时代的歌王 谢谢 好 谢谢 希望各位听得呢 也一起回忆得很开心喔 其实在这个当时呢 我记得又在这个 又出现一派新的歌派 对 在校园里面 很多学生们自己作词作曲 浮出一些比较让人家觉得清新的旋律 对 好多好多的校园民歌 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国语流行歌曲的曲风到现在 说到这个蔡琴那也是不在话下 校园民歌起家 唱红了多少校园民歌 来一段吧 选一首你觉得 根本就不必选 一定是这首 哪一首 到如今年复一夜 我不能静止改变 怀念你 怀念从前 待愿那海风待起 只为那浪花的手 恰似你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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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 真的好过瘾 用歌声来回忆实在很好 那么唱了唱了 又到了什么阶段 到了这里呢 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这时候像我们两个 都已经真正的正书进入歌坛了 是是 进入歌坛呢 很幸运的是 各自又有了自己的 走出了自己的歌路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 今天在台上回忆呢 应该各自唱一小段 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属于我们自己的歌 好的 那我看 你先 我就安排这一首好了 好 一首歌 真情 像草原广阔 让我 我也不能阻碎 总有 盈开 逾出事后 晚上阳光照耀你一末 真情像梅花开过 冷冷冰雪不能淹淘 就在村人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一朵 一姐妹 这首歌呢我给你证明 刚刚我们从这个大陆回来 在那边的朋友非常喜欢 菲御青的这首一姐妹 谢谢谢谢你还说我呢 蔡青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位明星啊 您的这歌曲呢 这个我记得这个唱 记得了他们都记得的歌都非常的多 对但是有这么一首 他们一向都来不及念完了 有这么一首呢 到世界各地或者各地方唱歌呢 人家一定要点这首歌 你也要选一首歌来唱唱 所以我今天就唱这个 每个人一看到蔡青 一定要叫我唱的这首 这首是哪一首 最后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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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当初相约 像飞舞中的彩虐 我也曾心碎 也黯然离别 孤岛在故事海间 红灯将一旧夜行 似可爱相逢苟天 曲终人三回都一平 最后一夜 最后一夜 真是真是 你看我们不知不觉介绍到现在 介绍了好多好听的歌 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有这么多美好的旋律陪伴着我们 对 今天很抱歉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回忆总是只能采取片段的 那么既然两个人难得同台了 最后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表演 就是我跟飞雨晴要好好的 完整的放心只唱一遍的 唱一首合唱曲 好的 明天你是否一人爱我 今天很快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午夜的首印记轻轻传来一首歌 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 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 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爱如何 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 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 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 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既然你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 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 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我周文章下 知语1词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 凤飞飞 哇 我记得一转眼就是十年 太快了 三十岁的生日那天 你唱歌也是我主持 那张飞你在 平常人讲的时候还不够红啊 不过虽然三十年到四十年中间 我想年份倒不是很太大的一种重要性 不过这中间这个岁月 好像改变人不少 像我们张飞已经成气候了 来来来 在冬菲菲小姐妹前 我还真是永远不能成气 我们家会有代沟 不行不行 不过飞飞说起来 这十年啊 这个你的改变最大 结婚生子 不过仍然唱好听的歌 对不对 我想对歌唱这份执着呢 我想我还会继续 这样自己 做下去 因为我怎么样了 因为不唱的话 你们今天还站在这儿吗 我想 我下次考虑就是说 今年四十年 再一个十年的时候 我想也许还有机会吧 咱们 有机会 我想这样 我们互相 你们二位呢 能够多主持一些更好的节目呢 我还有机会的话 多唱一些更好听的歌曲 这个飞哥多努力啊 希望再十年 不是机器人在这儿主持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听听 冬菲菲带来的主曲 谢谢 谢谢 心情地风吹了 夏天的讯息 阳光大揭开着美好意境 人生在内心的那分情谊 为何在此刻轻声叨喜 握着你曾留下过的一封信 是否该打一通电话给你 要如何来色赞这个距离 也许幻想要比输是容易 什么样的你是你 什么样的你是你 潇洒有的情幻想中的你 什么样的你是你 什么样的你是你 潇洒有的情幻想中的你 爱你在心头哪开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我爱你在心头哪开 每月一天见不到你来 就好像身边少了什么 我爱你在心头哪开 你可知道我在你 怎么对我不理睬 请你轻轻告诉我 我爱你在心头哪开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我爱你在心头哪开 我怎么舍得放开你的手 我怎么舍得放开你的手 这一生再会 不知要等多久 我昨夜曾想过 泪水不要停留 谁知道这个时候 忍住泪水已不能够 在我这一生再它 慈情到尽头 在我的时候 慈情到尽头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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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的誓言 句句聞到街上 只怕怕懷念 遺漏在你別後 就讓心中的聊 通過我們的手 希望她能夠給我 聊天文靜 不過順求 為何心中亦亂親密 只因為缺少一份感覺 追求人生密離開時 必須將心肺來揭開 握著你曾給我的一封信 是否該打一通電話給你 要如何賴色彈這個情 也許幻想要比事實容易 什麼樣的你是你 什麼樣的你是你 潮洒有多情 快笑中的你 什麼樣的你是你 什麼樣的你是你 是你 潮洒有多情 是你 啦啦啦啦啦 什麼樣的你是你 什麼樣的你是你 是你 潮洒有多情 是你 什麼樣的你是你 什麼樣的你 都是你自己 潮洒有多情 潮洒有多情